20.聯合報 曾明忠 四利空夾擊台股 2015年7月9日焦點A2宣宗英台北報導 台股昨天大跌如270點 金管會主委曾明忠說 台股下跌主要受到四大因素影響 六股大幅回檔只是其中之一 金管會將鼓勵各公司買為自家股票救市 也會要求股價超跌但業績不錯的公司 舉辦業績發表會 提振投資人信心 他說 台灣6月出口大幅衰退及中研院下修經濟成長率 還有希臘僵局 都影響台股表現 曾明忠 中說 金管會檢討後 認為有四大因素造成台股下錯 首先就是財政部公布的6月出口數字 不僅以連續5個月負成長 還創下近6年單月最大減幅 其次為希臘債務僵局持續 第三就是六股大幅回檔 引發昨天雅股全面走跌 還有中央研究院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 這裡有中央研究院下修台灣